研究所位于广州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日 祝您周末愉快 1984年的11月20号 我国首次派考察队到南大洋南极州考察 考察队由100多名科学工作者组成 向游红10号远洋科学考察船和海军G121打捞救生船 担任运输和考察任务 考察项目包括海洋水文 气象 地质 生物 化学和 地球物理等方面 观众朋友 下面我来为您介绍一下 本台今天晚上将播出 香港战役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 就在战役爆发的前一天 香港的街区还显得十分安闲 那时酒吧里美酒飘香 舞厅内人影翩翩 舞步轻盈 成双成对的年轻人到海滨度假 飞扬的歌声从星期日剧场里不断传出 谁也不曾想到 就在第二天的清晨 日军 日军三十六架轰炸机会掠过他们头顶 带给他们一段长长的灾难岁月 日机空袭启德机场 是香港战役于1941年12月8日爆发了 当香港人听到隆隆的飞机轰炸声时 日本陆军正分兵四路从北部越过深圳河进攻星界 驻港英军曾依照山市在星界筑起了一条号称远东马奇诺的防御攻势 英军参谋长曾十分自信地表示 就是说以他 百元嘛 记者们为此采访了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系的专家 市面上所讲的金丝熊 珍珠熊或彩色金丝熊 实际上都是一回事 都是一种鼠类 不是熊 这种动物在分类学上 鼠鸡椎动物 哺乳缸 仓鼠科 仓鼠亚科 这种鼠在中国有几个名字 金黄帝鼠 金仓鼠 虽然有几个名字 其实是一种动物 这种动物分别在东南欧和亚洲少数地区 从动物学的常识来看 这个所谓的珍珠熊或者那个金丝熊 那么它跟真正的熊的差别的话呢 有多大呢 那就说就像兔子跟我们在动物园所看到的那些大狗熊 那个样子 兔子跟大狗熊的差别呢 是差得远的 而这个金丝熊 它跟那个一般的熊的差别的话呢 也就是相当于那么大 社会上 它催它就是说 它如何如何 就是可以做一个毛皮动物 实验动物 或者作为宠物 它就是 它认为它的市场就很大的 那你们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 我看那个我们国家这个情况和它宣传的好像有一段距离 因为你这个皮来说呢 它毕竟利用量不太多 因为它属小啊 另一方面肉的食用可能也有一部分吃的 但是量我不会太大 我估计 所以这个目前来看 像它这个广告这么做的那个大力的那个推销 我看是有那个不太合适 直属维雄恐怕还不只是问题的全部 据另外一位专家介绍 即使是金黄地属 广告介绍的饲养方法 也无法达到这些小家伙的生长要求 我看到广告上讲呢 这个用草啊剩饭味都是可以的 但作为这个繁殖来讲 它又是不够的 一定要保证营养的要求才行 这种老鼠的饲料 要求蛋白质呢是百分之二十 如果给它的配合饲料不够的话 营养就达不到要求了 那么你在饲养过程当中 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呢 其实主要的问题 专门业务经理讲的 实际上呢 就是在这一块瞎倒腾 在这一块倒腾的结果呢 最终可以造成那个恶性循环 血球呢越滚越大 最终呢量成悲剧 就算是达到指标也好 或者就不达到指标也好 其实呢都是没前途的 据记者们调查 在广东根本就没有 华南动植物研究所 这样的科研机构 这个所谓的研究